第八百一十七集 直到白赫然直指那些人是中了戈部的毒时 他心下更惊了 也立即就想到了一路北行的九皇子 这才明白过来 白赫然为何将他拽到远离灵堂的地方才说这些话 也才明白白赫然为何频频往白珍珍的方向看去 原以为还是在看白晏雨呢 不想竟是九皇子出了事 红尸的坚强撑不下去了 几乎不敢想象白珍珍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怎么样 他双手眼眠滴滴耳气 一边哭一边说 如果人找不回来 珍珍哥怎么办 我是他娘亲 我知道他有多喜欢九天下 如果九天下出了事 他是一定活不下去的 白赫然赶紧劝慰 红尸别哭了 以后让珍珍看到了不好 这件事情能瞒就瞒他一阵 只说九天下去了戈部 是自己去的 并非被人胁迫 如此他还能好受险 待人找到再说 红尸问他 可确定九天下 是被人抓到戈部去了 他摇头 不确定 这一切都是猜测 我只是通过驿馆的人的死亡 看出那种毒药来自戈部 而九天下最后失踪的地方 就是高平线 由此来推断 这件事情跟戈部人有关系 我们现在找不到九天下 他不可能自己继续向北珍去涵干 涵干人也不可能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对一位皇子下手 所以想来想去 只有戈部人最有嫌疑 不如就去戈部找找 红尸想捏帕子擦眼泪 手往袖子里 拽了几次都没拽出来 白赫然便拿起 自己的帕子帮他擦了 红尸伸出手去摸他的头 好孩子 你长大了 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我们了 等楚兰姐姐过世时 你才这么高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 继续道 我知道 现在不用替你担心了 因为你很有本事 比红尸强太多太多 再也不需要我们来保护 可是只要一说起戈部 我就总能想到 当年你娘亲在的时候 总能想到 你娘亲曾经对我说 如果有一天她死了 一定是因为戈部 所以阿然 凭心说 红尸不想你到戈部去 总觉得那地方很危险 白赫然苦笑了下 红尸 我也知道很危险 但是我也非去不可 九殿下的失踪 既跟戈部有关 我就必须走这一趟 他除了是我的义兄 除了是我未来夫君的哥哥 他还是我妹妹的未婚夫 这三个身份摆在这儿 我就无法坐视不理 可是东秦有那么多皇子 为何一定要你去涉险 红尸想不通 阿然 是不是皇上 还没有彻底原谅白家 你还是在为白家赎罪 他赶紧摇头 不是 红尸想多了 跟皇上的态度无关 而是我自己想要去的 因为即便是没有九殿下这个事 我也想要去戈部救出我的舅舅 所以 这一趟算是功 也算是私 红尸动了 你既然这样说 那红尸就不劝你了 只能告诫你 一定多加小心 还有你那舅舅 虽然是亲舅舅 但是你从未见过他 样貌也不知 性情更不知 他被关押多年 只怕性情方面不会很好 你若找到他 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万万不能伤到 懂吗 他点头 懂 红尸放心 只是家里这些事情 就要托付给红尸了 还有 白家没了 红尸是如何打算的 你们是会红家生活 还是想去别的地方 要不要去天字镇 红尸白首 阿然你不用挂念我们 我自然是带着孩子 回红家的 红府这些年 一直都留着我的院子 就连珍珍和轩儿的院子 也都有 他带着孩子回家去 他们只会欢迎 绝对不会有半点异议 再说 我手里还有生意 所以生活方面 完全不用担心 到时我想着 艳雨跟他娘亲的日子 可该怎么过 如果要接受这座凌王府 以林氏和艳雨的性子 只怕撑不起这座府底来 白鹤染明白他的意思 奴大欺主 老奴押心 林氏是妾 白艳雨是庶女 他们从来也没有过 真正当家做主的机会 性子更不是红氏 这般能押得住茬的 偌大凌王府交给他们 打理是一方面 就是那些下人奴才使唤起来 也是一门学问 红氏叹了口气 我这个红夫人 只是温国公府的红夫人 来这里办丧事 已经是愉悦了 大丧过后 可不好再来当家做主 所以我在想 阿燃你是不是帮他们 寻一个撑得起场面的帮手 至少管家也换人吧 大丧过后 这里就不再是王府了 以前的管氏太监 可再用不得 听了红氏的话 白赫然方才发现 原来要处理的事情 真的很多 说是即刻就走 也不是真的 说走就能走得了的 就比如说 他现在的状态 放了五瓶子血 又跟红氏说了这么多话 红氏看出他不太对劲 便扶了他往客院走 边走边说 我也不问你 为何脸色不好了 凌王府客院收拾了出来 这几日 孩子们都是 轮换到这边来休息的 你先去躺一会儿 我叫人熬点汤给你喝 有什么话 睡醒了咱们再聊 白赫然没拒绝 顺从地去了客院 洗漱一番 喝了一碗补血的药 然后躺到床榻上 在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 只睡两个时辰 这才闭上了眼睛 他的生物中一向很准 每次临睡之前 除非次日无事不用早起 那便是睡到日上三干都不怕 但凡在心里告诫自己 要在什么时辰醒来 再睁眼时 一准是那个点 绝不会错 说是两个时辰 就是两个时辰 五时的两个时辰 是后时的四个小时 他觉得 在这种时候 有四个小时的睡眠 已经很是奢侈了 虽然坐起来时 依然有些头昏 但找下人 要了几颗红枣吃 感觉上就会好上许多 又吩咐下人 熬上红枣水背着 他当茶喝 挺一挺 应该也没多大事了 他没往前院去 只是叫人 把白燕雨 给叫到了屋里来 白燕雨 由丫鬟文湘扶着 慢慢地 到了白赫染 休息的房间 文湘是跟锦叔 和齐皇 一起入府的丫鬟 顶替了 之前死去的丽春 是个很懂事的丫鬟 送白燕雨进来之后 便向两位小姐 失礼告退 然后退到了房门口 将房门关上 默默守在外头 白燕雨坐在椅子上 面对着白赫染的方向 有些自嘲地说 姐姐你看 我如今都能分得清楚 你是冲着哪个方向的 可见我是有座 瞎子的前置的 至少变身能力 捂得很快 白赫染听得直皱眉 说什么胡话 你若是好好的 想学变身 我可以教你 但是这眼睛 还是要治的 燕雨你听我说 我就要出远门了 你得去给哥哥落脏 天子镇后山的陵墓 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再过两日就要起灵 你若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谁送他最后一筹 白燕雨听出些门道来 二姐姐 你是不是不能去 给他落脏了 你要去哪里 他叹了气 我要去哥布 事情很急 等不了 两日都等不了吗 白燕雨摸索着 去拉他的手 二姐姐 再留两日好不好 算我求你 虽然他将这王府给了我 将毕生财物都给了我 可是我心里明白 这是他还给我的 一个情分 是我那次 给贤妃娘娘烧纸 被踹到编户里换来的 可是他心里 一直装着的人是你啊 你若不在 他地下难啊 二姐姐 再留两日好不好 别让他孤单 白燕雨又哭了 流出来的 依然是血红的眼泪 他长叹 静默半晌 终于点了头 罢了 我再留几日 至这双眼睛 对于白赫然来说 不是难办的事 几个针针结下去 滴了两滴血 在白燕雨的眼珠子里 一个时辰后 白燕雨再睁开眼时 世界再度清明 灵堂上 白针针依然跪在 火盆边上烧纸 只是扔到火里的纸前 有很多都扔歪了 白铜键不得不帮他捡起来 再重新扔一次 他劝白珍珍 不要太担心 九殿下一定没事的 他是阎王殿店主 这么多年出生入死 哪一次不是化险为备 你以前可有听说过 酒店下吃过闷亏 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 待回来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回来的 就像我父亲 常年征战 不也都平平安安的 白珍珍做了个深呼吸 觉得白铜键说的 也有道理 他现在可不能往坏里想 万一被自己想着了 可就糟了 于是点点头 对白铜键说 唐姐说的有道理 男人就是应该在外头 忙天下大事的 我不能拖他的后腿 只是唐姐 白家出了这样的事 怕是你的婚事要延期了 虽说祖母过世 孙子辈的不用受丧 但再过几月就大婚 似乎也不太好 白铜键点头 嗯 我明白 母亲会跟仲家说 他们也会理解 两姐妹正说着话 灵堂外有下人进来 小声个红氏禀报 红夫人 时殿下和七殿下到了 还带来一位公公 说是有圣旨要传 君母领过来 没有人意外 七皇子近几日 也是天天都到 府里人都见怪不怪 但是多了一位公公 要传圣旨是什么意思 传什么圣旨 传给谁的 红氏不敢自己做主 赶紧拆人去叫白赫然 来传旨的太监已说了 要天赐公主在场 这圣旨才能传下去 红氏便以为 圣旨是传给白赫然的 不由得猜测圣旨的内容 不知是凶是机 因为要接圣旨 不管是传给谁的 灵王府所有人都得到场 白童简介红氏和林氏二人 惶惶不安 便安慰他们说 放心吧 这位公公是跟着 石殿下一块来的 定然不会是兄侄 红氏这才松了口气 也知自己是太紧张了 很快的 白赫染到了 带着已经治好了 眼睛的白燕羽 林氏看到白燕羽 又能自己走路 便知这眼睛是全好了 心里的一块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令人意外的是 圣旨并非是传给白赫染的 而是传给白燕羽的 只是皇上有命 传旨的时候 白赫染必须在场 因为皇上说 这是给天赐公主的 一份谢礼 也让她割步一行 走得安心 白赫染不解 看向君墓里 她递给她 一个安心的目光 所有人都跪下接纸 白燕羽跪在最前面 那太监将圣旨展开 大声宣读 传下的旨意 竟是给了白燕羽一个封赏 封为灵安郡主 用了一个灵字 跟五皇子生前的封号 是一样的 同时将五主的灵王 辅刺给她作为府邸 每月领郡主奉录 圣旨见名额咬 很快就宣读完毕 白燕羽愣神的功夫 就听到那太监笑着说 灵安郡主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接纸谢恩吧 往后您就是东秦的郡主了 虽然说是外姓郡主 但也算是半个皇家人 这是皇上大恩 可得好好叩谢 皇上还说了 待五殿下落葬之后 那座灵王府 就要更名为 灵安郡主府 府中的大事小情 都由您一人说了算 不会有人插手 白燕羽这才明白过来 五皇子临死之前 将这一切留给她 可府中财物她拿得 五皇子的生意她也接得 这座灵王府 却不是轻易就住得进来的 虽为王府 但皇子活着 可以永远住下去 一旦身亡 这府邸就会归功 就会被皇家收回 与其说五皇子 留下一言给白燕羽 不如说是留下一言给天和地 踏实在度 天和地若对她还念父子之情 就不会计较这座宅子 也会成全她的遗愿 感谢观看